今天我们要跟着另外一位热心公益的艺人 一块儿到彰化的乡下去走一走 去探望需要帮助的老人家 她是詹亚文 她曾经有个外号叫做夜市江慧 因为她在歌坛奋斗的历程 其实和江慧如出一辙 她出生在一个劳工的家庭 家境非常的困苦 整天被人逼债 为了分担佳绩 詹亚文和妹妹 在很小年纪的时候就出道走唱 叫做樱花姐妹 因为要独立 要坚强 所以詹亚文曾经把自己武装起来 和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直到有一天她当了歌星 她探视一位植物人的歌迷 听到她的歌声 这个歌迷竟然掉下眼泪了 詹亚文这才惊觉 原来其实她可以做得更多 她可以做得更好 套中岛 寂静的乡间小镜中 隐约由古蛙鸣 和迎风摇曳的央鸟演唱着 自然界的序曲 这里是彰化低等 这里是金曲歌后詹亚文 从来不曾回来过的故乡 我们的祖身是跌倒人 可是我对这边我真的是不了解 我们住的地方是舍头属于 算起来算有段距离 但是都说祖公的地是在这里 不陌生 我会觉得很陌生 总觉得 因为我们是乘家小孩大人 就觉得好棒喔 这样的风景 而且已经离乡下 已经越来越远了 兴奋地在一溪溪水田边走逛 曾经是生活中熟悉的蛙鸣鸟语 如今却因为深陷水泥丛林 成了张亚文生活中难得的体验 小孩是人家是一个广东 里面有饭有菜 我不是 我是里面两只不熟的香蕉 家里穿然后就这样子 缓两只香蕉三只熟 就放一个广东 然后大家打开人家是饭是菜 我们打开 比较快就会来吃两只香蕉 现在看到香蕉会觉得很怀念 很怀念而且还是很喜欢吃香蕉 那是一种感恩的感觉 一种感恩 一种体育 感觉我是这样长大的 从小家里环境不好 佳亚文常常吃辣椒配饭 偶尔水田边钓点青蛙夹菜 就是一家人最奢侈的享受 不过这一回宫龄斗登来 可不是为了留个念想 咱们有个重要任务 董灵 你应该这间对了 第一个 董灵 老师你来了 你在做什么 我在替衣 你在替衣 你不记得今天要做志工吗 对 你没听错就是做志工 老校称歌手是副业 志工才是人生主业的詹亚文 2015年初号召歌迷成立了志工团 这回拉着同样是蒂登英娜 同样获奖无数的小唱将杨东霖 要替阿公阿嬷来场不差点演唱会 漂亮啦 天哪有漂亮 阿嬷说要吃鸡对吧 对 吃鸡吃鸡吃鸡 我们这人出门对吧 对 这样我等你喔 我们在独居的阿公阿嬷 我们去跟他们探访 红台就要跟我来看一看 阿嬷 快点快点 换上知福到后面 跟阿嬷拿麥片危机囉 站在那 好就没评论这样吧 这样就好了 阿姨啊 这样就好了 算真乖了啦 你还对我做志工 我很爱喔 人家说要对老师他很爱 对啊 他很爱 看着这个老爱把亚文老师 挂在嘴边的小小背影 张亚文有好多感慨 因为曾经遭到父亲 严重家暴的东霖 就像是某部分的自己 一样从小不管情不情愿 都得靠歌唱讨生活 现在就大小小小花 大小小花 小花心肺 主要唱亚文老师的歌 高杰伦那种你不会唱 那没评论 都知道没评论 没评论的人我都不听过 哎呦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相信周董的粉丝们 应该不会跟小朋友计较的事吧 既然你对他又有感觉 对他的狗大利帮我的路心 阿姨好听吗 好 我如果看到有需要的孩子 我希望在他的心里 种下一颗种子 所以现在如果我参与了 独居老人的这一块的时候 我都会带着几个孩子 带着几个孩子 就慢慢的牵引这些孩子 看到了老人 慢慢的牵引老人看到小孩 让他们在互相的身上 找到希望 看到那个光亮 来咯 中导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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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叫阿桑吃饭 阿桑吃饭 对 给你送饭来 送饭啦 好 你先吃饭 热着热腾腾的便当 阿桑脸上有着怯生生的笑容 谁也没想到 接着映入眼帘的 近视着摇摇欲坠的围楼 这厨顶这样会热不 大火烧的都热下来 这样吼 好 好 锈食的铁蚁杂乱的衣物 乍看之下 就像是个废弃的回收场 屋顶也崩落了一大块 哇 两张就这样 哦 这个 今天没有办法把帮她处理 今天没有办法 但是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仔细瞧破旧的音箱 堆叠上厚厚的灰尘 下铺中皱成一团的蓝色宝贝 早就染上挥指甲般的暗沉 只剩一天天思趣的日历 见证着阿桑从指缝中 消逝的孤独 无人家比较优秀 哦 你也要唱而已 好 大声来 好 大声来 这些的舞台 尽管没有专业伴奏 两人还是开启了即兴演唱 这些人 就是无理由 听到这些人都想到我父母 照到我的父母 在我父母和阿嬷和我 都有湯匪 我也在想 愛家愛戶 每一個獨居老人 每一個孤苦無依的 我如果跟他唱一首歌 兩首歌 他會開心幾個月 他會幾個晚上睡 值不值得 太值得了 大家好想到照顧 好 我跟孩子三五歲來給你看看 眼睛擦擦擦擦 我們要很堅強 好 我比較好 心中才會比較好 輕輕的抱著阿桑 詹雅雯強打起精神 重新用笑容告別 只是 我召集他也召集 這個時候是我最挫折的時候 剛剛的案例就是這樣子 我們想幫 土地不是他的 我們想蓋 因為房子不是他的 有太多太多的問題 讓詹雅雯好無奈 只能在一旁努力的平復心情 好 上車 要先走一下 走 踢咪咪啊庚 雅雯志工團又開始集結 這一天的目的地是台中厚禮 大夥下了車 自動自發的拿起工具 一群鐵粉就這樣浩浩蕩蕩的 拐進了小巷裡 現在歌迷們都知道說 要見到詹雅雯 不用去特別商演的地方 只要參與公益活動就看得到 歌迷都是我最感恩的 牽手牽眼的菩薩 他們在全省各地 甚至是其他世界的地方 角落 他們會告訴我個案 一車又一車的鷹架鐵條 陸續地開進了窄窄的院子 詹雅雯拋開偶像包袱 熟門熟路地當起了另類工童 事實上從高中開始就常當志工的他 這點小事才難不倒他 我當了康樂股長 我就會帶著同學說 我們這個禮拜我們要辦活動 大家以為說是要去烤肉啦 要去山上 要去溪邊玩水 我說不是 我們要去孤兒醫院 真假 一開始詹雅雯的確受到不少同學質疑 同學們在他們的眼裡 他們覺得我是個很假的人 他說自己就養的爸 還要叫這個人 然後慢慢的有人就覺得 不對耶 這個詹某某他是真心的耶 他不是做給我們看的耶 他沒有叫人好人關心 他是關於自己的飯店 帶活動的時候 他是叫大家當作 他不是說一張嘴就叫大家 你們去做喔 你們去付出喔 不是口號耶 他是真的在做耶 所以慢慢的就累積了很多的好朋友 就像這群鐵粉一路相挺 當了歌手 賺了錢後 佳亞文始終沒忘記那些年 勒緊褲帶 省吃鹼用 還硬要捐錢的苦日子 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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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刀子 刀子 蟋子 蟋子 這都沒 也都沒 好 筆手畫腳跟行動不便 又不太能表達的阿財阿北確認 佳亞文肖說他們這群雜牌軍 可是一路邊走邊整隊 邊做邊學 謝謝你們躲起來阿 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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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兵爺阿 你們躲得真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好啦 你怎麼休息 阿婆就要麻煩你們了 好 沒關係 感謝你們 阿村呢 麻煩你們了 好 保安算好就好了 對啊 保安算好就好了 謝謝 我來看台北五名 辛苦 我的人身打招呼籤子 這樣叫活動 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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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對外募款 如果這一整個物瓦全部要打掉 整個家要打掉又重蓋 怎麼辦呢 要混泥土 要鐵工 要木工 所有一切的招金 所有的材料費 全部我儲資 或許就像這首詹雅文自己填寫的歌詞 造橋鋪路 展開命運 不管從小家裡有多苦 他依舊努力替自己拍攝出無悔人生 詹雅文的志工團 每一次出動的都是一大群人 這群人都是他的粉絲 都被他號召來一塊來做公益 他們來自這個社會上的各行各業 有人會泥坐 有人是木工 有人會拉水墊 所以像這種幫人家修修屋頂 整整房子 根本是小事宜裝 透過這種方式 和粉絲來進行互動 詹雅文覺得更有意義 因為他自己 也是出身自一個清寒的家人 所以他更加懂得在社會的底層 那種掙扎求生的無奈 還有悲哀 在眾多工作人員的簇擁下 很費力的邊走邊唱 瘋狂的米歌米姐 不斷的湧上前來 只為了跟偶像多一點點接觸 謝謝 這首對我來說 千萬斤的季節 在我小時候 台北小巨蛋 台北小巨蛋 在我小時候 台北小巨蛋 在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的責任只有一個 就是白色的一個一個 妹妹也一個一個 夏天兩個人 穿幾個禮拜 不要亂 我是班上最臭的小孩 穿著演唱會中 自己最喜歡的一套衣服 開心的和歌迷互動 這是2014年 詹雅文在台北小巨蛋 舉辦的慈善演唱 幾乎年年都為公益而唱的她 總是不談唱籌 招待弱勢 因為小時候的她 也曾經很苦很苦 那一段日子是苦的沒有錯 但是我既然不知道苦 我也嫌過在家裡散請 我不知道自己的床 制服只有一件 要穿一個禮拜 臭的要死 我從來不知道同學 為什麼不理我 因為我不知道我自己身體臭 我不了解這種苦在哪裡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 人生一路已經走到家 殼殼都見過有什麼好走 我跟想不想走 下邊一位吊三重八 詹爸爸 詹媽媽都是做人 從小時候有記憶開始 詹雅文就不曾看爸媽笑過 一家人總是滿臉愁容 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 應該是說 爸爸媽媽的薪水一個月才一萬多 兩個人加起來一萬多 做糙工一萬通 可是一個月的開銷要五萬多 你看看這樣子累積 一直累積的借款 借款 借款 那爸爸那時候 很有志氣的講一句話 爸爸說今天不是 我們跟我們一起一起 今天是白人跟我們一起一起一起 別人拿了我們的錢跑的 別人佔了我們便宜的 但是我們不能放著讓他倒 真心的公路在地上 心肝的路在道一段 祝我人本心是白面 只會是為他的口水 儘管那個時候對數字沒有概念 現在想想也還是很模糊 但詹爸爸說過人窮智不窮 國一那一年朋友惡意倒會 詹爸爸卻選擇一肩扛下 就這樣力滾力的龐大債務 壓到了全家人身上 因為家裡沒有電視 那爸爸媽媽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又不希望你去別人家打擾了 就跟你說 爸爸跟你們唱歌 他在教我們在聽 我在哄 但是心裡是不情願的 因為耳朵聽到的都是卡通的聲音 想風設法弄來一把二手吉他 每到卡通時間 詹爸爸都拉著姐妹倆唱歌姐們 只是詹雅雯卻一直提不起興趣 所以到了國小畢業以後 看到了廟會 他們歌唱比賽可以得到很多的獎品 這些獎品對我生活非常之有用 豆油 米 地瓜 這些東西對我來講就是日常用品 很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就會覺得 我原來唱歌可以這麼做 與其說是興趣 倒不如說是實際的幫助 讓他開始對演唱感起了椅子的熱情 將要開始參加大大小小比賽 只為了多換一點點獎品 我從高中高職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辦法讀書了 家裡沒有錢讀 那爸爸希望我國中畢業以後就當女工 所以我是國中畢業15歲 15歲 15歲我就做爐工了 一邊做工作 看著別人去讀書 我媽媽就告訴我 你一定要偷偷的讀喔 我偷偷的給你繳報名費 你趕快去考試 然後考了以後呢 你去讀個夜校也好 不然你以後一定會後悔 重新站上學校司令台 過去的一切彷彿立立在目 身為長女 詹雅雯必須幫忙賺錢 半夜兩三點 在冷清的街頭貼廣告紙 天都還沒亮 就得到工廠當女工 好不容易五點終於下班 還來不及休息 又趕著上學 能夠站上這個舞台的 我都覺得好光榮 然後他們一定是品學兼優 不然的話就實驚不昧 不然的話就是校長要表揚 老師要表揚 我們這種窮小孩 小子又讀得不好 貴眼哭又臭毛毛 哪有可能站得上這種舞台 不可能 小時候的願望 蔣雅雯一直沒有機會實現 直到前幾年 桃園居然有高中 把他譜寫的歌曲當成了校歌 當知道了有學校把我的歌 當校歌的時候 就覺得說 哇 好像是小時候的夢想 完成了 寫的歌詞 能夠讓學校覺得認可 可以對學生們有所叫化 講起來好像很嚴肅的一面 可是那種內心 會有一種激動 一首阿嬤的手 讓從小不太會念書的蔣雅雯 終於感到光榮 回想他入歌壇二三十年 創作了三百多首歌曲 一直拚了命替家裡還債的他自嘲 自己簡直是唱片女工 當我辦公辦讀了以後 發現說家裡的債務還是很難還得清 後來就剛好因緣際會之下 參加廟會的關係 認識了歌唱班的老師 那歌唱班的老師 自己開了唱片公司以後呢 希望說 不然你們就當作是 唱得比較死也好 新流行得比較死 反正你們又不用亮臉嘛 我說這樣最好了 不用簽約 不用廣告 不用宣傳 不用亮這個臉 那如果我沒有唱歌 我還可以去當女工 沒有人認識我是誰 也不會被取笑說 唱不懂 再來又在做路工 就這樣佳雅雯邊擺地攤邊唱Nakasi 和妹妹一起組成了櫻花姐妹出道 清新形象加上獨特的日本演歌式唱腔 讓櫻花姐妹迅速從夜市竄紅 回想那幾年 姐妹倆唱片一張接著一張 點點吃三娃公的跑遍了各大小場演出 不只替家裡還清了不少債務 詹雅雯更開始嘗試自己創作 其實我真的很感恩我國小的老師 國小的時候雖然沒有同學沒有朋友 但是老師就告訴我說 你不要嫌棄自己家裡貧窮 雖然你書讀不好 但是我總覺得你文章寫得還不錯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 就是我自己喜歡很喜歡亂寫 你的火越來越大 你的路頂更爽 就著它辛苦 摸摸送到路上 從小受到老師鼓誤 張雅雯因此習慣三不五時 拿起筆記抒發心情 其實每首歌曲 對一個創作者來講 都像生一個兒子 每一個小孩都在那裡鼓嘴 五分大小 五分大小 但是以個案來講 我非常非常喜歡自己寫的 夢恥啊 她是在彰化的一個 畫壇的一個故事 流浪的一個阿嬤 全身上下 拍的都是縮下錄的 問她說 你縮下錄到這麼多 你怎麼不能等到 她說每一塊都是人給我 我心目的感恩跟感謝 或許是因為從小生活困頓 張雅雯的歌總能真實地描述 社會角落的悲歡離合 1991年她開始錄製個人專輯 夜市江蕙 難把天的名聲不盡而走 2008年自己成立音樂工作室後 更一舉拿下金曲歌後的殊榮 我覺得得獎是一天的事情 努力那麼久沒有人看到 但是當得獎過後的隔天 我就沒感覺了 我完全沒有那種欣喜啊 我得獎我什麼 要慶祝啊 要慶祝啊 沒有 完全沒有 是因為 人家說好長 嫌說情 自己寫歌 唱歌 製造 錄音 就所有的一切當你自己包辦的時候 你跟誰去分享這個過程的榮耀 歌曲如果能多感動一個人 對江雅雯來說才是真正的值得 不少歌迷都知道 全新投入公益的她 早在二十多歲那一年 就曾偷偷計劃出家 二十幾歲對我來講也不年輕了那時候 因為我已經覺得 債務已經還那麼多年了 終於還親了 也覺得我想要做我自己 無憾感慨 自己力量很小 如果能夠 去管管你媽 煮筆加錢 雙手和石潛心相逢 好不容易還親了家裡債務 江雅雯內心忽然有股想飛的強烈渴望 她想做自己 她想為眾生出家 我媽都快瘋掉了 你為什麼還要再走入另外一個 受苦的地方呢 我如果不知道好友好 我有什麼眾生 我還撐得上為什麼眾生付出嗎 所以當下我很懺悔 我懺悔讓媽媽傷心了 我是少年歲到歲到老 你為自己應不得著 你是你我頭目的量 誰知啊 萬萬不好 金哲自己多問不笑 詹雅雯紅了眼眶 這段人生差距 讓他從此更懂得 隨順姻緣 更懂得 施比受更有福的付出 詹雅雯的喉嚨長了兩個腫瘤 醫生說是良性的 因為太靠近的聖誕 開刀的風險還是很高 詹雅雯說只要他還能夠唱得出聲音 只要是公益活動找他 他就會一直唱下去